寿命會更短 她說吃藥不好 可是對我們來說 我覺得是好的 縱使你長期需要服藥 都會比你長期不吃藥 但是睡不好的人 受痛是來的 這次你不要給雅萊 那麼多壓力好了 我兩個都吃到八顆了 今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過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我這邊還是一樣可以切那麼薄 但是呢 只有你啦 對 但是媽媽呢 姐姐不行了 麻煩你把那一隻拿頓 好啦 給你吧 只要靠這一隻呢 削皮刀 大家在家裡面都可以 變成一個大師級的 怎麼做呢 從這邊呢 稍微削 有沒有 很簡單 刀工真好 對 刀工是不是很好了 哇 好薄喔 這個要真的學習 因為你這個 已經端出來 就可以炫耀給客人 哇 刀工這麼好 對 那為什麼在這邊呢 要切得這麼薄呢 因為比較好熟 因為今天我們要用炒的 對 對 那用炒的方面呢 我們就像這樣子就好了 不削了是不是 不削了 修掉了 一下就好了 可是你再削就削到手了 對 不會啦 不會啦 我以為要收拾 吃飯不好看喔 對 那現在我們最主要把豬肉的 這個腥味把它炒掉 因為豬肉肉的腥味 把它炒得變成香的出來 要怎樣炒就是 就是這樣慢慢炒就可以了 對… 它等一下油脂會更多 你如果不開心的話 你找你隔壁老王出來炒一炒也可以啊 那炒炒嘴好不好 好… 其實像我們一般喔 我們印它沒關係 好… 我們一般很多人在講說 我們在… 師傅在示範在講說 要把它炒香 對… 大家都有疑問說 那我要炒到什麼時候 對… 其實你不要從眼睛去看 用鼻子聞最清楚 對… 因為豬肉你剛放進去 一定有一個豬的三味 對… 那個三味就炒就炒就炒 那個三味就會不見 就變得香氣出來 就是我們主的炒香 對… 對… 來 各位聞一下 等一下我們看就知道了 那香氣… 那就了解我們說炒香就可以了 對… 再來再把我們薑跟蔥 直接把它放進來 爆香 同樣用這個油來爆香就夠了 我們一直在重複 如果說這道菜 我們不是這樣子的示範 媽媽習慣性一定 油下去的時候 一定薑跟蔥就下去炒 對… 可是你想想看 你薑跟蔥下去炒 你要把肉炒到香 那個蔥跟薑就已經焦掉了 焦掉 對… 焦掉 好 再來呢 我們現在呢 直接就把我們的蓮螺 直接把它放進來 大量 對 大量一點 多一點 就要加水嗎 等一下因為它 看裡面的水量有多少 對 對 因為我們剛剛泡的裡面 有水分嘛 而且蓮螺它本身也會水分 對 也會出水 對… 因為剛剛泡的水比較多 那現在看它裡面的水分 好 那我們再加米酒進來 好 還有醬油 再來我們再加一點鹽巴 鹽巴下去又更會出水 對… 好 鹽巴我們再給它加進來 如果說吃素的人的話 它是事實上這邊可以加油再炒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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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素的話你那個肉 把它改成香菇就好 或者是黑木耳也可以嗎 也很好 可以… 多彈黑木耳來做點菜 對 好 那我們 有沒有很快 很快 可以吃了 而且蓮螺它本身有香味在 有香味在它炒起來那個香味 你看 對 有蓮螺上 後來不能吃還是要聞一下 不要 好啦 拜託一下 不要醬 好香 好的 很快的 這個蓮螺炒肉片五分鐘就完成了 我們上桌試試 哇 來…趕快來試試看 我剛剛偷吃了好好吃 謝謝 沒關係 我們兩個都不愛吃蓮螺 那個東西不說很好吃 我試試看 好脆喔 好脆喔 顏色看起來嗎 好脆的 好脆 好脆 我不愛吃啦 要吃不吃 不是啦 它這個蓮藕 因為片得這麼薄 吃起來口感像很高 像筍 對啊 筍子的筍 真的 有那個甜味 有 然後那個裡面的薑味點得很好 然後有一點肉汁的肉味在上面 那因為它本身就有甜味 所以它有點勾芡 所以味道扒得很上去 對 對 我想像得到了 對 因為本身那個蓮藕本身有澱粉 那有時候你水的量沒有加那麼多 就不需要再另外用蓮藕管下去剝芡 而且很脆 很脆 很香 那你弄嘴臉真的 師傅師傅弄嘴臉 不舒服 大家都在吃 這個時候我們只要安靜 然後認認真認真謝謝剝師傅 對 來謝謝師傅 謝謝 謝謝 秋天的實在很多 我們這個時候要好好讓身體變得更好了 我們下個階段聊的是什麼 是羊桃 試試看 說到秋天當令的水果 可千萬別忘了羊桃 它的營養豐富 還能改善咳嗽 喉嚨痛 可說是管核秋造症狀的最佳水果 現在就要考考你 你對它的認識有多少囉 好 第一題 羊桃生巾止渴 什麼時候吃羊桃可以攝取最多的營養 A 飯前吃 B 吃飽飯過後 A或B 請舉牌 正確答案是 B 吃飽飯過後 不要再看我 好冷喔 這麼爛 第二題 羊桃營養價值高 但什麼情況下要減少攝取呢 A 腸道腹瀉 B 便祕 A或B 請舉牌 正確答案是 A 腸道腹瀉 恭喜你們 厲害喔 好 第三題 羊桃營養豐富 除了能改善喉嚨痛 吃羊桃還有什麼好處呢 A 保護肝臟 B 改善腎臟病 A或B 請舉牌 正確答案是 A 保護肝臟 好 下一題 沒看到 挑選哪一種羊桃 才可以選到品質好 甜味加的羊桃呢 那我們右邊這邊有圖片 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呢 A呢 是 然後這種果林 越明顯的越好 好 來 好 第二個 B呢 就是我們的果辣明顯 就上面這個亮亮的 然後呢 要小顆又很飽滿的 A或B 請選擇 正確答案是 B 果辣明顯 小顆飽滿 誰選對 沒有啊 沒有人啊 沒有人對啊 沒有人 可見你們都看過的 對啊 我是看你的 蜘蛛魚不得美味 還能滋潤皮膚 你對它的認識有多少咧 秋天 肥的蜘蛛魚屬於高普林的魚類 有高鞋子的患者最好少吃 錯 恭喜你答錯了 蜘蛛魚 脂肪屬於好的油脂 能夠幫助降膽固醇 想要減肥的人可以多吃 幫助瘦身 對 對嗎 恭喜你答錯了 吃蜘蛛魚雖然好吃 但也有要注意的地方 廣告回來再請潘老師為我們解答